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2022年9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 香港排名跌落第四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10月9日曾發表網誌 聲稱疫情限制香港對外交通往還 所以可能影響金融從業員對香港的重提印象 拖累評分 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評分中 香港的聲譽排名跌了6位 陳茂波解釋 香港一直在競爭中發展和成長 無需妄自緋薄 也不用迴避不足 認為香港在銀行、保險、專業服務和貿易等環節 仍有相當優勢 陳茂波指出 香港金融服務市場有顯著的規模優勢 2021年港股市值超過42萬億 總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 全年總成交額為41萬億港元 倉力年新高 截至2021年底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達到4萬5千億美元 當中的3分之2是境外資金 當時陳茂波另外提到 即將舉行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外界反應積極 陳茂波還透露金管局將會聯同金融學院 爭辦一場國際投資對話的研討會 題目為投資於風雲環變時 並且已經邀請到多位重量級人物 然而過去被視為香港金融盛事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於11月3日落幕 五大金融機構的CEO並沒有到場 中共金融高層則是以預錄影片形式參與會議 俊家分析 二十大結束之後 市場離漫著一股不信任感 香港政府想藉著舉行峰會緩和氣氛 但難掩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動搖 繼花旗CEO總裁范傑恩 巴克萊行政總裁文卡塔克里斯蘭之後 資本集團董事長阿穆爾 黑石總裁雷格和東方惠里總裁鮑德森 全部都缺席了11月2日開幕的 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這場原本標榜十大國際金融巨頭出席的香港盛事 開幕前先後有人確診、身體不適、行情調動、 家庭理由等原因缺席 到場與會的有匯控、渣打、摩根士丹利、高盛 和瑞銀的董事長和CEO 香港特首李家超開幕的時候強調 香港最差的時刻已經過去 正踏上回復正常的舞台 香港仍是匯聚全球和中國優勢的城市 中共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則希望國際投資者 仔細閱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 並向國際投資者喊話 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 中共央行行長易剛 中銀保監副主席超遠企 則以預錄影片的方式參與峰會 港媒《星島日報》報導中說 這次峰會舉辦 再次證明香港擁有背靠內地的獨特優勢 面對西方的打壓和外媒抹黑 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依然扼立不倒 彭博社說 香港想值此機會告訴世界 經歷三年的嚴厲防疫和政治動盪之後 香港仍然是全球的主要金融中心 但文章指出 北京當局的動態清零政策 和對民營企業的整頓 加劇了經濟增速的放緩 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 新加坡超越香港 成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香港下滑至全球第四位 旅美經濟學家王大偉 11月3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這些重量級的金融企業CEO缺席峰會 說明短期內對投資香港和中國的興趣降低 甚至有意選擇觀望和迴避風險 旅美時事評論員王赫 11月3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中共二十大之後 港府有意緩和市場對於新領導班子的觀望氣氛 將國際金融界拉過來撐場面 比中共做面子 實際意義並不大 王赫表示 中共自2018年以來加快金融市場開放 希望吸引全球資金 但是從2022年開始 中國的經濟、政治形勢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王赫說 前幾年外資確實大規模湧入 但是2022年就大量外資流出 這是非常敏感的時期 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判斷發生了幾十年來歷史性的轉折 以華爾街代表的國際金融資本 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兩極分化 對於中共高層以預錄影片的形式與會 王大偉說 習近平參加香港回歸25週年七一活動 也沒有在香港逗留太長的時間 這些官員覺得可能來香港參加會議會有染疫的風險 王赫認為 中國金融形勢不容樂觀 中共金融高層沒有親自參與香港峰會 其中一個首要因素 就是因為動態清零政策 徹底拖累了中國的金融形勢 王大偉分析 這個峰會很明顯地要體現出香港所謂背靠內地的優勢 方勝可也提到國際投資者 不要與中國和香港對賭 而是將香港作為中國的主要金融窗口 可以預見未來香港發展會更多依賴大陸 王大偉說 香港過去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 以及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轉變 過去香港是面向全世界 現在是以北京以中國內地作為依託去面向世界 兩者有很大的區別 在這個轉變之下 香港是否仍然保有優勢呢? 王大偉說 關鍵是要看香港在金融經濟方面的法律體系 是否能夠保持獨立 如果司法不能獨立運行的話 原本的優勢都將不復存在 王赫認為 中共二十大會議結束之後 中港股市、債市、匯市齊跌 由於大陸經濟的下滑 以及新加坡作為新興金融中心的興起 香港過去所有的優勢慢慢在消解 其作為金融中心的角色已經徹底動搖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葉澤宇、林岑心亦如採訪報道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オススス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